大家好,国家主义习近平即将启程前往法国 德国总理舒尔茨于周四在法国巴黎 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餐讨论欧盟的防务事宜 以及对华政策 两位欧盟领导人的私下呼吁将在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访问欧洲前几天举行 被描述为一次办私人活动 舒尔茨和他的夫人恩斯特正在巴黎短暂度假 他们将在一家法国餐厅会见马克龙夫妇 根据政客新闻网欧洲版本 援引三位知情人士报道 没有任何顾问会参加这次晚宴 舒尔茨、马克龙近年来多次发生争执 最近一次是在今年2月 当时马克龙表示不排除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 该提议遭到了舒尔茨强烈反对 习近平将于周日抵达法国 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然后将前往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预计舒尔茨将在晚宴上向马克龙 介绍他上月与习近平在北京会晤的情况 舒尔茨和马克龙在欧盟可能对中国补贴 电动汽车征收关税问题上存在分歧 德国马歇尔基因会也进行了报道分析 马克龙将试图说服舒尔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一起参加下周以习民的会晤 另一个可能的晚宴话题是欧盟政治问题 尤其是房屋及其融资 马克龙正大力推动所谓的房屋债券 这将涉及欧盟联合发债为军事提供资金 舒尔茨至今拒绝这一想法 今天欧洲媒体也报道 欧洲现在计划对中国的电动汽车进口的关税 可能要高达55% 欧盟将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高于预期 最高55%的关税 以遏制中国汽车进入欧盟 周一的调查结果公布 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电动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 欧盟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15%到30%的关税 这些关税不太可能遏制来自中国的竞争 欧洲的报告称 即使关税在这个范围上端 一些中国生产商仍能够从出口到欧洲的汽车上获得可观的利润 因为他们想有巨大的成本优势 今晚要缴纳10%的关税 去年取代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电动汽车制造商的比亚迪等中国企业 可以在欧盟等地区以比国内市场高得多的利率和利润销售汽车 比亚迪的海豹U车 车型在中国的售价是20,500欧元 在欧盟的售价是42,000欧元 预计在中国的成本利润是1300欧元 在欧洲每辆车的利润是14,300欧元 而在欧洲每辆车的利润 即使征税的话 征30%关税的话 那比亚迪这样的公司也能获得更高的利润 那比亚迪可能需要降价 以实现其在欧洲获得更多市场分横目标 30%的关税仍然会有足够的空间 为了使出到欧洲市场的产品在商品上失去吸引力 可能有必要在对像比亚迪这样的竞争激烈生产商征收45%到55%的更高关税 欧盟执行机构的委员去年对中国电动车以及补贴展开过调查 官员表示 大量廉价汽车威胁到国内生产商 10年代初期 中国实施的激励措施导致创业企业激增 电池容量增加 为具有全球正义正利且价格合理的电动车铺平道路 由于高关税和政治反对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已面临来自美国的阻力 这使得欧洲市场对比亚迪寻求全球扩张的公司更加重要 预计到2024年 中国企业生产的电动汽车将占欧洲市场的11% 到2027年 比例将上升到20% 如果算上非中国企业生产的电动汽车 中国产电动汽车 这些比例将超过25% 从非中国公司进口的电动汽车 可能受到欧盟补贴调查 15%到30%的关税水平 可能会摧毁宝马和特斯拉等从中国出口汽车企业 外国企业 为了应对政策风险 电动汽车制造商一直在努力将生产转移到欧洲 比亚迪计划在匈牙利设厂 而布鲁塞尔可能会使用其他方法 保护欧洲的电动汽车行业 比如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进口 或增加消费者对欧盟制造汽车的补贴 中国政府也抨击欧洲的补贴调查是公然的保护主义 认为中国公司只是比西方同行更确实 最后我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一点 欧洲现在不得不寻求和中国的合作 所以习近平在五年以来首次访问欧洲 你记住习近平主席是五年 五年以后第一次访问欧洲 所以也是欧洲方面其实是下了很大功夫 寻求和中国之间的合作 所以才邀请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 另外法国方面也极力邀请像欧盟主席 德国的总理朔尔茨一起和习近平见面 欧盟现在其实是急切的盼望和中国 达成某种协议 为什么 首先一点 美国即将与沙特达成历史性协议 也就是沙特和美国达成协议 这协议里面提到了中国 让沙特放弃中国的核武器 由美国提供核保护伞 但是这个协议现在还没有签署 另外沙特是什么 沙特还是欧洲 欧洲版一带路的关键国家 实际上美国和沙特达成协议 不光限制了中国在沙特的活动 也限制了欧洲和沙特的活动 欧洲向意大利退出了中国一带路 信心满满的要和印度和沙特 和以色列、希腊、意大利 搞一个欧洲的一带路 你自己看的地图 实际上就从地中海 经以色列、约旦、沙特 然后到哪呢 到阿联酋 到波斯湾 然后从波斯湾到印度 这么一条路线 但很快的美国和以色列 在加沙问题上大打出手 伊朗和沙特之间关系紧张 欧洲版的一带路 想要通过欧洲的一带路 把中东的石油 安全的到达欧洲 这条路线被美国卡断了 未来沙特这个一带路 看来美国也是不会放弃 对欧洲的影响 所以对沙特也会进行干预 所以欧洲现在呢 一、没有中国的一带路 二、没有自己的一带路 欧洲被困死了 你记住啊 最不希望欧洲崛起的就是美国 有这种大西洋关系呢 一定是美国作为主人 欧洲作为仆从 由昂鲁萨克逊带领欧洲的 罗马日耳曼人 来统治这个世界 统治大西洋体系 那欧洲呢 现在包括法国 它是极力的希望能摆脱这个体系 极力能够拥有自主 法国现在是一直希望能够欧洲独立出来 但是从现在情况来看 欧洲只能寻求和中国的合作 你包括电动汽车也好 首先这个电动汽车 我觉得欧洲就算加到100% 中国还有利润 我就拿这个中国电动汽车 卖7万块钱 到欧洲卖30万 咱就说7万块钱翻一倍 百分之百 14万 咱就降价在欧洲 卖到20万 不还有利润吗 所以中国电动汽车这个利润空间是非常大的 而且未来这个规模一旦上去 那成本继续下降 利润空间会越来越大 所以美国还有欧洲啊 对中国收入一些关税 其实是知道自己无法阻挡中国的汽车 无法阻挡中国的工业品进入欧洲 但是他必须要从中国的工业品身上呢 薅羊毛 我也必须 对吧 从你这个工业品上面挣一些钱 就像当年啊 德国的一个大众的这个桑塔纳 对吧 从巴西都已经淘汰的车型卖到中国 卖20万 中国那个时候一年啊 有几个人能挣20万呢 他就卖20万 那中国呢 中国就是经销商 我也要耗羊毛 然后把我自己的这个工厂啊 我的生产能力提高 所以欧洲现在也是一样 知道阻挡不了你进来 那我就提高 提高我的关税 多收税 你能挣到钱 但是我也要什么 我也要获得更多的利益 所以现在看呢 欧洲要和中国谈这个事情 因为德国啊 它这个电动汽车要和中国合作 法国现在最担心 一旦收税 德国会主动倒向中国 德国会退出 所以要求德国一起 德国现在实际上是很难离开中国电动汽车 所以这个问题呢 需要德国和法国一起来和中国谈 包括欧盟 所以我一直在讲 欧洲现在呢 它也面临美国的这个围堵 包括欧洲的去工业化 咱们就这么想吧 你就在欧洲 就正常生产的这个汽车 永远不可能 在油价 天然气价格 用工成本 地缘政治复杂 各方面都情况 恶化的情况下 它想生产比中国还便宜的汽车 是可能吗 不可能 而且电动汽车也需要 包括自动驾驶这些技术 德国也没有 只有中国有 你现在开的所有的奥迪 上面用的这个很多的自动驾驶技术 其实全是中国的 未来也都是中国的 包括这个大众的电动汽车 全部是中国的 所以它也不能得罪中国 所以你就理解了 为什么要三方一起来会谈 我觉得是会对中国收税 但是这个税 会不会影响中国汽车 我觉得很难 最后一点 德国还有欧洲 也不希望中国报复 你对我收35%的税 55%的税 德国卖到中国的汽车 也是55% 100%的税 对德国汽车品牌 对德国的整个的大众汽车 和中国的电动汽车合作 是有不利影响的 中国要报复的 所以这个事要谈好 欧洲实际上 就是默许了中国汽车进入欧洲 但是税给你上去 同样我也要挣一些钱 通过关税 我要把这个钱 截留下来 另一方面 我不会限制你在欧洲卖了 加了关税了 我觉得这也是好事 还有一点和中国说清楚 和中国的电动车合作不能停 所以实际上 欧洲我觉得也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中国也有谈判筹码 谈判筹码就是普京 普京这次访问中国 很快就5月中旬访问中国 很有可能会和中国签署 很多大的能源 包括经济贸易相关的协议 甚至还有一些突破性的协议要签署 欧洲也是非常关注的 所以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 让俄乌战场情况也会发生变化 所以欧洲也不希望得罪中国 最后把中国推向俄罗斯 完全倒向俄罗斯 那么欧洲也是吃不消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你可以看中国手里也有俄罗斯这个筹码 所以我一直在讲 中国电动汽车 未来出口欧洲 还是出口美国 没有任何问题 美国和欧洲 最多是中国征收关税 但是不会影响中国电动汽车 大工的进入发达国家市场 一点影响都不会 好 继续